桃園中立一家托婴中心传出来虐婴的事件 有一对才两个月大的双胞胎被家长发现 怎么脸颊身上到处都是瘀伤还一度住院 追查出来是老师下的手 园长出面解释说是老师个人的情绪不稳定 才会对哭闹的双胞胎动手 当天说已经开除老师了 但是家长很生气 这位施虐的老师并没有亲自出面跟家长道歉 出生两个月 可爱的双胞胎兄弟笑得好开心 被妈妈抱在怀里 不过从脱婴中心回来之后 竟然鼻青脸肿 画面上双胞胎兄弟被打巴掌哭得好大声 老师不但没有就此停手 还继续粗鲁的对两兄弟 昨夜明先肿了一大块 就连脸颊也有巴掌痕迹 而且检查两兄弟身上被打的还不是只有一个 老师疑似受不了哭闹 情绪失控 打了这对双胞胎兄弟 幼稚园赶紧道歉 当天就将这名老师开除 不过让家长不满的是 过程中幼稚园一再辩解 自己的30年经验不会有问题 这样让家长更加气愤 强调是老师情绪管理问题 可是对受害家长来说 伤打在小孩身上 就像打在自己身上 伤害已经造成 两个可爱的小孩 才两个月就受皮肉痛 更进出医院 家长心疼 对于道歉恐怕于事无捕 记者桃园综合报道